另外瑞芳的吉庆里停车场共有40个车位 最近台铁因为要配合前单计划 必须要用到10个车位来盖相关的设施 因为第一是台铁的31号吉庆里的里长 就向立委黄国昌服务处陈勤 希望可以保留停车阁 让台铁另外再找地点失佐 瑞芳吉庆里巷弄狭小停车不变 让地方居民没有停车的空间 早期正公所时期就向台铁争取了一块空地 当作停车场 吉庆里长表示 曾经来的吉庆停车场 目前有40格车位 勉强消化地方的停车需求 不过最近接到台铁的通知 未来将要收回10格左右的空间 让他们失作公共设施 让他相当无奈 我们吉庆里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吉庆里的停车场 以前是我们瑞芳政公所时代 跟铁路局无偿拨用的借用 来做停车场之用 那现在我们铁路局 因为前瞻计划 说要耗费到10格的停车格 来做一个继电室 那在这个部分 地方以及里长这边 希望台铁在这一块 能够去寻找其他的地方 来做这个继电室 在今天的会刊中 六航国舱服务处就表示 台铁目前正在规划 前瞻计划的相关配套措施 而其中一个地点 就是在停车场的部分区域 在会刊上 大家也都针对地方停车空间不足 希望台铁可以领觅地点 避免造成居民的困扰 扣掉10格的停车格 来做一个继电室的话 可能会让我们在地民众 非常的不方便 尤其我们四脚亭 所有的路都是非常的小 旁边根本都画红线 不能够停车 所以我是希望台铁 能够考量到地方 当然也不影响 他们的建设 这个状况之下 能够另觅一个地方来做 里内的这个停车位 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那也真的是希望我们台铁 在能够听见我们基层 我们地方的声音 真的能够希望 让我们的民众 保有唯一 我们吉庆里唯一的一个停车场 经过一番勘察后 由于前瞻计划是必须要推动的公共建设 而这块土地又归台铁所有 在吉庆里附近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 台铁目前还是会按照原定计划来施行 工程也预计会在年底前施作 接下来欢迎订阅 这边上我们到